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误杀瞒天记》 一个男子正在向酒馆老板打听新建的警察局的地址 老板告诉他,就在对面 原来这个男子是新调来的警官 进门他就在跟另外一个警察谈论一个叫维杰罪犯 还说他看起来真的不像罪犯 维杰听到他们的对话,开始回忆从前 维杰是一个非常酷爱电影的影迷 无论怎样的电影他都很喜欢 并且是学以致用,经常帮助其他人 甚至为了看电影他都不愿意回家 这天维杰在通宵看完电影之后 在餐桌上一家人吃早餐的时候 妻子质问维杰,为什么昨晚打不通他的电话 妻子其实早就知道老公的本性 只不过是借机想要提出去帕纳吉购物 心中有亏的维杰无奈地同意 维杰一家人周车劳断之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入演的先是琳琅满目的各种衣服 各式各样的小吃美食 这一天既惬意又满足 在吃饭的时候 女儿说想要参加下星期的野营 维杰听说要钱原本是不愿意的 但是耐不住女儿的撒娇最终同意了 在野营的时候 萨姆鬼鬼祟祟地拿着手机不停地到处拍照 因为他过分地举动被律师的女儿狠狠地训事 不久后萨姆拦住安久 原来他偷拍了安久洗澡的视频 并且出言威胁 安久留下了无助的眼泪 雷雨交加的夜晚 安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因为晚上11点 他将会赴约去见萨姆 但是安久母亲也和安久一起去见了萨姆 两个人一起哀求删除视频 可是萨姆怎么都不答应删除视频 安久和母亲想要多做手机 但是失败了 萨姆告诉他们 他可以删除视频 但是你必须给我我想要的 第二天 维杰回到家中 发现两个女儿和妻子都在痛哭 原来在昨晚的争执中 安久失手打死了萨姆 并且毁掉了手机 因为打不通维杰电话 母女两个人只好合力 把萨姆的尸体埋了起来 这一切都被潮行的小女儿看到 维杰听完原委 盯着埋着萨姆遗体的地方发呆 女儿告诉父亲 萨姆的车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 母女两人带着维杰来到了案发现场 维杰回忆着自己在电影中看到的片段 指挥着他们处理案发现场 之后 维杰出门去寻找萨姆的车 但是不巧的是 维杰打开车门的时候 车上的报警气响了 而且正好被和他有出的警官高涂德看到 边打开车 维杰脑中边回想起电影的场景 他到店里买了一部旧手机 但是此时有人不断地在不打电话 维杰并没有管他 之后维杰擦掉上面的指纹 然后用布把手机包了起来 扔在了一辆大货车上 而后维杰将车开到了一个废弃的踩石场 然后把汽车推到了湖里 维杰发现岸边有人 他连忙躲在一旁不断地观察着车子下沉的情况 晚上维杰回到了自己的店中 并且告诉员工 他要出去两天去帕纳吉听亲 回到家之后 两个女儿哭着抱住他 妻子告诉他 萨姆是检察官米拉的孩子 维杰非常吃惊 此时检察长米拉正在言行逼供 最终证人达上庭作证 对待证人尚且如此 可以看得出这位女警察官冷酷并且无情 与此同时 维杰不断地叮嘱女儿 以后要忘记这件事情 还说要带他俩去听听 这个时候萨姆的父母 怎么都联系不上自己的儿子 但是他们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他俩知道 自己的儿子有多么的顽劣 维杰一家人坐上了去帕纳吉的大巴 维杰想要亲女放松心情 但是他们的情绪还是很低落 事实上 亚德大师奖金早就已经结束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在制造不在场证据 两天很快过去 但是其实一家人都情绪非常低落 回到家中 妻女总是透过窗户看着树林 但是维杰非常镇静 叮嘱他俩 以后买东西一定要买发票 儿子几天联系不上 米拉终于开始心慌 她叫人去查儿子 这几天都在跟谁有电话来往 而安舅总是惶惶不安 噩梦连连 这个时候 狐狸萨姆的车终于被打捞上来 萨姆的父母终于意识到不妙 正式开始立案调查 其中负责调查手机的警察告诉他们 萨姆的手机卡曾经出现过两部不同的手机上 警方开始交代人去寻找 高涂德回忆起维杰开过这辆黄色的车 他到酒馆故意说起这件案子 还说他正在调查这辆车 高涂德透过镜子发现 维杰听到黄车被发现 神情果然变得不一样 他得意的笑了 他向长官汇报 维杰很可能跟这件案子有关 但是长官以为他因为之前的私人恩怨 想要把维杰拖下水 所以并不相信他 高涂德仍旧不死心 找到负责萨姆案件的总警官 说萨姆失踪那天 他确实看到了维杰开着一辆黄车 回家后的维杰认真教导妻子和女儿 如何应对警察的盘问 维杰告诉恍恍不安的妻子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屈服 一种是战斗 但是为了保护女儿 他选择了后者 高涂德带着长官和总警官 去那天看到维杰的地点 但是另外两名目击证员却说 并不确定当时开走车的人就是维杰 后来总警察官知道 维杰收养了当初是弃鹰的安九 更不相信他会犯罪 但是高涂德提出安九和萨姆是认识的 两人之间存在联系 总警察官觉得确实有些蹊跷 在上课的安九突然被叫到校长室 在去的路上发现有警察 但是他回忆起父亲对他的交代 克服了内心恐惧 在警察的询问中 他镇定自若地回答了所有问题 于是警察又开车来到维杰家中 面对警察的询问 维杰有条不紊的回答 还将所有发票拿出来 一条一条地说着当天发生的一切 看见维杰开车的高涂德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也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证明是维杰干的 晚上维杰一家人躺在一张床上 他们的神情十分不安和担忧 但高涂德和其他两名警官 向萨姆的父母汇报了近期的调查结果 米拉吩咐他们 明天让维杰一家人带着所谓的证据来见他 第二天在监控后台 萨姆的父母认真地听着维杰一家人的口供 一家人按着维杰的交代应对得十分完美 但是米拉坚信他们是在说谎 并且吩咐把维杰编造的故事的所有人都叫起来 事后妻子以为逃过一切 但是维杰不会觉得警察就会这样轻易放过他们 晚上维杰寻求小舅子的帮助 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事情的全部 又过了一天 检察官在询问所在的10月2号那天的相关人员时 所有人的口供都证明 维杰一家人确实去了帕纳吉厅金 因为维杰这两天在故意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讲经的颜德大师也合适维杰说的内容 确实是他那天所讲的内容 这一切都没有一点漏洞 萨姆的父母相信维杰一家人没有说谎 米拉也没有办法 甚至成为了一个普通母亲 无助的在哭 但是他很快就镇定起来 凭借着多年的相关业务经验 他坚信维杰一家人在说谎 两名警察官向他汇报了维杰的情报 说维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 但是从小到大不错过任何一场电影 米拉认为电影将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第二天米拉开始了新轮的询问 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漏洞 发现很多人的口供 其实都是维杰故意加深他们的印象 而营德大师也打来电话证明 那天维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预定听奖金的名单中 但是在查找自动取款机的监控中 却发现了维杰确实在帕纳吉 萨姆的父母更加坚信 维杰没有说谎 父亲无意一提 维杰三号出现在帕纳吉 但是米拉不断地回想着口供中的漏洞 维杰确实是在三号出现在帕纳吉 但是萨德失踪的那天是二号 他敏锐地判断出 维杰一家人去帕纳吉听进的日期 不是事发当天 而是事发的第二天 米拉抽丝剥茧的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维杰三号驾驶萨德的车去帕纳吉 然后买了一个二手手机 将手机扔进了一辆卡车内 其次 再将黄车推进彩市场的湖里 接着去餐厅买了外卖 又买了四张电影票 全钱之后坐上回家的汽车 这次也是买了四张车票 第二天带着全家一起去帕纳吉 然后在进修室里休息了一整天 然后在旅馆开房 是伪造前台的笔记 伪造的二号的订房的证据 接着故意跟相关人人交谈 为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接下来的几天又去了帕纳吉 和三号交流过的人再次交谈 在言语故意诱导之下 对方都以为维杰一家人 想是在二号就去了帕纳吉 但是哪怕推测出一切 也没有一点证据 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杰一家人亲口承认 于是米拉派人抓走了维杰全家人 来到自己的住宅 准备进行递供 这个时候小舅子想起几天前维杰的交代 打电话联系了维杰的朋友以及媒体 米拉质问维杰 我的儿子在哪里 但是维杰不为所动 之后软硬兼施 分别询问 可是维杰一家人还是保持口供一致 于是米拉下令高图德对维杰进行殴打 一阵拳打脚踢之后 妻子苦苦哀求助手 他又下令对妻子和安九进行殴打 这个时候一群记者和群众 以及亚历克斯来到警察局家门口 他们不得不停止报答 亚历克斯是萨姆的朋友 他告诉米拉 萨姆因为偷拍安九的洗澡视频 才认识安九 但是米拉沉默了一小会儿 还是没有放弃 他命令所有人都出去 告诉维杰找到了拍摄视频 但是维杰还是没有承认 米拉下令高图德不择一切手段 他一定要知道真相 于是又残酷的暴打 但是人家还是没有承认 在一旁的米拉 敏日的发现 小女儿将是突破口 于是把小女儿单独留下 外面三个人纠结万分 非常担心小女儿 小女儿在高图德的殴打下 说出了当初那个埋尸地点 众人开始挖掘 面对媒体的采访 维杰的亲人不敢相信维杰犯罪 纷纷指责高图德是背后的主使 很快就挖到了东西 阵阵恶臭传来 可是企图之后才发现 里面并不是萨德的尸体 只不过是一具羊尸体 米拉崩溃 凶狠地瞪着维杰一家人 而维杰趁机告诉媒体 高图德打了她的小女儿 愤怒的群众叫高图德一顿暴打 媒体竞相报道米拉暴力审案 一时间她的名誉尽毁 妻子十分同情 同样作为母亲的米拉 而且还询问维杰 萨德的尸体来在哪里 维杰没有说 她会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死去 萨德的父母私下找到了维杰 此时他们只是一对 失去儿子的父母 诚恳地向维杰承认 自己因为宠爱而毁了儿子 并且告诉维杰要离开这个国家 请他告诉萨德在哪里 维杰被他们的诚恳打动了 并隐晦地承认 萨姆是他杀死的 但是并没有说出藏尸地点 米拉失声痛哭 维杰也诚恳道歉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 他只能这么做 回忆结束 新上任的警察官说维杰在于弄警察 还说一定会找到尸体 维杰不为所动 签了字之后就离开了警局 据委终于揭露了萨德的藏尸之处 其实就是在新建的警察局内 一时的恶意 不小心地失守 毁了两个家庭的幸福 同样是为了孩子 维杰展示了他的狡猾和智慧 以及对妻女深沉的爱 而米拉即使在顽强 也会无助地失声痛哭 这件事情已经分不清楚 谁对谁错 悲剧发生的后果 无人能够承担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阻止悲剧的发生 一个孩子的成长 需要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